主播说联播 今天我来说 今天是新年首歌工作日 您的新年心愿是什么呢 说到新年愿望 辽宁营口霸鱼圈区 红旗大吉有个小哥 上了昨天的新闻联播 他在接受采访时说 希望家人身体健康 身体棒棒的 还希望他的小买卖 跟大吉一样红红火火 这位小哥手里有活 嘴上有祸 两眼有光 表情丰富 特有感染力 小买卖连着大民生 连着人间烟火 万家灯火 连着咱老百姓的红火生活 今天有好几个消息 都让人感到红红火火 热热闹闹 你看元旦三天假期 全国出入境人数日均 172.6万人次 已经恢复到了2019年同期水平 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 超过910万人次 较2019年同期增长超37% 创元旦假期客发量的新高 流动的中国释放的是活力 传递的是信心 出行出境都有好消息 今天中国东航第四架C919大型客机 已经入列 而中泰两国将从3月1号起 实施互免签证入境政策 这意味着往返两国无需对方国签证 对于两国加强人文交流 两国人民亲密往来等都有好处 期待有关安排早日落地生效 可以说温暖的生活气息 复苏的忙碌尽头 诠释了人们对美好幸福的追求 也展现了一个活力满满 热气腾腾的中国 新年新气象 新年新作为 新年开工第一天 开工就是开工 满贤开工 新城开炮 在这里就送给大家十个字 开工即开工 卖出新步伐 也祝辽宁营口的那位小哥 生意红火 祝咱们的国家繁荣昌盛 感谢观看